穷游 穷游的标准餐 穷游的标准餐就是 就是这个 抗食肚牛肉面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 两点 我南京嘛 然后是 六点 六点飞 大连 然后明天早上 八点钟被炸黄 所以现在就吃点东西 中国大陆这边 发展的确实都挺好的 不管哪 你看从我们城市到南京 坐高铁过来 也就三个小时 很快就到了 到了各个高铁站 只要一下去就有地铁 也就只达飞机场 我刚才查了一下 从这儿到飞机场 也只需要四十分钟 十块钱 也都特别方便的 不错 我现在已经到了南京机场 在后期 晚上六点 飞大连 就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出行的这一次出行 我前两天在健身 突然收到手机上一条推荐短信 就是说有一个非常便宜的机票去日本 从厦门飞 大阪 两百块钱来回 我觉得挺便宜的 两百块钱去大阪 是不是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后来一想也不错 然后就搜了下 从大阪在飞北海道 也才一千块钱 如果这样加上我从 我的武汉飞厦门来回 可能两千块钱不到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这个季节你想去雪香 机票也不值这点钱 然后雪香的消费 但也知道 很窄嘛 所以呢 我就决定去 北海道去看看雪 因为南方的孩子没有怎么见过雪 更别说别的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计划 就准备去滑雪 泡泡温泉 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一共来回就六天时间 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计划 就去看一看 你们肯定也会说 哎呀为什么 你不是买的是厦门的机票吗 为什么又跑到了南京飞沈阳呢 是因为那个提价机票 他出不了票 我买了以后呢 大概一个星期吧 他就一直不出票 他说 按照他的一个出票习惯 说在我出行前的一天 出票 他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操作型的 但是你想如果是真正如果他第一 出行才出票 万一他又是出不来呢 那我买 厦门的和包括买大阪 北海道的 那要是都作废了 我的损失就可能不止那两百块钱 是吧 为了贪便宜 这两百块钱就不一定是很大 所以我就放弃了吧 就离我们武汉比较近的吧 就是南京了 南京往北海道飞的就是有直飞 然后呢 然后今天的航班是最便宜的 一千六百块钱 但是第一层从就不是直飞 而是飞到大连 中转一下 然后回来的时候是从北海道直飞到南京 一千六百块钱我觉得挺划算的 所以我就放弃了厦门的两百块钱的特价机票 然后再吐槽一下我买的那个特价机票是春秋航空啊 然后在等待他出票的时候我也研究了一下 春秋航空我从来没住过 但是我发现春秋航空是个非常大的坑 那个坑呢 它是没有托运行李的 呃 职人手提 手提行李也非常非常小 而且重量不能超过五公斤 像我的摄影包一个摄影包可能达到了十一公斤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买特价机票 再怎么便宜也要避开春秋航空 因为他的购运行李是需要需要另外去购买的 那个费用可能会更高了 我觉得这不是很划算了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航空公司就是我这回买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叫吉祥航空 吉祥航空的价格不是特别贵 拖映行李那个指标也非常的好 两件行李23公斤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 吉祥航空应该也是一个廉价航空公司了 我觉得还蛮好的推荐给大家 上飞机了 计划 快去哪儿 一个半小时 就到了大连的豆水子国际机场 拿行李 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拉到行李 其实我每次坐飞机 我都不是特别喜欢拓运 因为拓运要等待行李时间特别长 半个小时有了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就出去找下酒店 我今天订的酒店是有接送服务的 还挺不错的 我到剧场来也有人接吗 有啊 我接 也是您接 我接送 还有管接送 大概接送可以到这里 你几点飞机 8点的 8点半点 6点出发 咱们有6点的班车 好的 我这还有这种社会订阅都可以给你拍 你放心 这我是南方公司的 这一点你放心 推展出这个为你们中转旅客服务的 就是免费支出免费接送的 在我们大连就近的三星级友店 就是竞技舱旅客就是三星级友店 标准价两人一个房间的 哦 两个人一房 然后对 然后在条件在什么 就是你这趟航班落地时间 跟明天的起飞时间间隔8小时以上 就可以提供你们免费支出免费接送的 男行 但是必须是男行转男行 两三号半都是男行 这个好 然后互转 就是国内转国外的 哦 就可以了 哦 这个蛮好的 反正你们只要有中转了 我们系统就会有哪个姓名男女 年龄都类出来 哦 挺好的一件事 刚才听到那个帅哥说了吧 只要是转男行时间大于8个小时以上的 就从去年开始的某个时候就开始 负责免费给你接送 还有酒店的一个服务 我不知道 我在上飞机之前 我才预定的酒店 然后刚才在取消 刚才取消 那个在网上订的酒店 还取消不了 男行安排的那个房间里面 它是按两个人一间房合住的 你可能会和不认识的人 像我这种无情侠 有可能会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然后我考虑到我的那个酒店也不能退 然后也是我一个人 是吧 我那我何必去和他们去起呢 那我就住我自己了吧 是吧 反正酒店 我订的酒店也是有接送的 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消息还是挺好的 以后要是订男行的飞机 对吧 和大家分享一下 起码还可以省下200块钱吧 我刚才订酒店也100多 然后你要去酒店打滴啊什么的 差不多也要200对吧 你好是接机的吗 对 紧张 对 紧张自新的 好 谢谢啊 这行李就放在后面可以吧 这服务挺好啊 还有接机的 哦 也不远是吧 那明天早上有送的吗 有机的 我是8点钟6点钟是不是要过来了 现在7点之前都已经约满都没有位置 啊 没有位置 今天约身体约特别多 哦 那怎么办呢 只能自己打车过来 哦 打车过来要多少钱呢 这边 10块钱 哦 好 那也没事 好打低吗 那里 一分钟指令可能让你拿着车 哦 好 二车非常多 哦 那就好 到啦 还行吧 就在这里了 紧张之新酒店 做了个大窗房 然后等会儿又见一个人 马上要来 我做了一件非常冲动的事情 看一下到底什么事情那么冲动 看一看 我干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我自己也觉得是比较疯狂 嗯 我在上飞机吧 在飞机场 那等了一会儿 我不是说要到 门没关 我的计划就是准备到北海道那边去滑雪 然后呢 我在大连要过夜嘛 转机 晚上待一晚上 然后看到二手网站上面 有人当地啊 本地人 大连人 他要出那个滑雪的一套装备 非常的全 全部有头盔 眼镜 还有鞋子什么的 给大家看一下吧 反正我也不太清楚 要是懂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告诉我是不是还差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这个板 他当时买的时候还是挺贵的 加绑跟固定器就4000多 这是一个护臀 护屁股的 这是什么 头巾 头巾 带在头上的 就是这个 膝盖 保护膝盖 我们这老胳膊老腿的 还是要保护一下嘛 手套 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是挺贵的 他说了 都是那个迪卡龙的 迪卡龙的货 应该都不会 都不贵 几十块钱吧 这应该是迪卡龙的眼镜 这样 眼镜 这个也是护漆的 护漆的 护手腕 免得手摔断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保护还是非常好的 这我也是为什么买它的原因 手套 这还有护漆 这也是护漆的 最关键的东西在前面 这里 这有暖气 北方真的好 我又喜欢北方有暖气 家里面就感觉很热 烧了 头盔 迪卡龙的 头盔 还行 主要是我问了一下 小伙子的生产我相当的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这一双鞋 鞋 或是 滑雪服 滑雪裤 鞋 鞋 滑雪 滑雪靴 然后关键就在这里了 最主要就是板子 滑雪板 这怎么拿下来 就这个 用过的嘛 所以就这样 二锁的 这个应该会比 去当地去租的板子要好一点 是吧 他说这一套他原来买的时候 是要4000多块钱 然后我半价 半价买到手了 就是这个分量挺重的 因为我觉得我去到那儿去租嘛 租也要花钱 大概的费用也要花到2000多的设备费用 所以我如期去租 我还不如去买一套 是吧 然后买回来了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纪念 落下一个东西 是吧 留下一个东西 或者再把它卖掉 还能省一点钱 是吧 还是蛮会进塔西算的 是吧 好了 没什么东西了 就这了 然后明天就背着这个东西去北海道了 想想还是挺重的 这些加上背包 然后这个 所以去那边还是有一个拖运行李是比较好的 我说我蛮推荐的 不要推荐那个春秋航空 春秋航空 它就几乎上就没有拖运的 要这一套 拖运费都可以买这套东西了 对吧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好像晚饭还没吃 好了 明天就去日本北海道了 北海道见吧 拜拜 拜拜